嗨,你好吗?欢迎来到智慧人生 今天让我们来看看那些在你体内长期定居,朝夕相处 但是呢,又总有那么一点陌生感的终生伴侣 我们都知道这么几个道理 就是说呀,你的很多特征和能力都来源于你的基因 比如说,你身高的上限,你的鼻子是不是特别灵啊 能不能喝酒啊,等等等等 可是生物学家却发现了这么一件事,听起来还真有点怪 啥事啊?就是说呀,我们常吃的寿司啊,手卷啊 外面不是包着那么一层墨绿色的海苔吗? 生物学家发现,人类根本就没有消化海苔的基因 也就是说,从人类基因这个角度来说 人类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消化海苔 我们明明没有消化海苔的基因 可为什么却能够消化海苔 而且还挺爱吃它的呢? 这怎么解释呢? 人们就开始怀疑了 这是不是说明了人类有很多的能力 并不完全来自于基因呢? 也就是说,在人类的基因之外 还有一些神秘的东西在帮助我们人类 那么这个帮手究竟是谁呢? 于是啊,各国的科学家们就开始寻找他们的踪迹 最初,科学家们把重点放在人类的肠胃道消化系统上 不久,他们就发现 这个神秘的帮手很有可能就是人体肠道当中的微生物 它也被称作肠道菌群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微生物不仅存在于肠道之中 它在人的其他系统当中也都广泛的存在着 于是科学家们就说了 你的身体其实并不只是你自己 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别扭啊 我的身体不只是我 难道还有张三里四玩二麻子不成吗 哎,先别着急 科学家还有话说呢 他们说啊 人体内其实有两套基因素 一套呢 是从父母那里遗传来的人基因素 编码大概有2.5万个基因 占人体细胞总量的43%左右 那另一套呢 这套基因素是你出生之后才进入人体的共生微生物 基因总数是988万个 是人体基因总量的500倍 假如你的体重是60公斤 你体内的微生物占多少呢 大概是2公斤 正常情况下 一个人拍出体外的大便 除去水分 固体物当中 差不多有50%都是肠道细菌的尸体 如果把人体内的微生物清除掉 人类活不长 也活不好 就是说 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不与微生物合作的人类 这些微生物可不是过客 而是在你体内长期定居 生殖繁衍的地地道道的终生伴侣 还记得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吗 为什么人类明明没有消化海苔的基因 却能够消化海苔并吸收它的营养呢 答案就在我们的肠道微生物族里 海洋当中有一些细菌里 有能够分解海苔的酶 肠道微生物从海洋细菌那里 借来这种酶 人们就可以放心的吃海苔了 类似的例子 还有很多很多 在我们人的身体内部 你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 两万多个人类的自有基因 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权 由此看来 不管你是高是矮 是胖是瘦 喜欢吃辣还是喜欢吃甜 心情是好还是坏 跟爱人是和还是离 跟他人是亲还是书 等等等等 所有的这一切 都有你体内微生物的参与 甚至由他来做决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哪里还是那个所谓的个体呢 你是一个和微生物组 共同组成的超级生物体 好 谢谢你的收看 并请订阅智慧人生 让我们一起放眼古今中外 分享智慧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